这款金色小刹锤呢是一个ABS的环保材质 所以呢质量上呢相对是比较的好的 然后它是一个莫乃迪的配色 颜色的话呢也是随提发出 那么咬响刹锤呢能够有效的刺激宝宝 然后呢使它训练它的一个抬头以及头部的转向 然后呢咬响刹锤同时也能刺激宝宝的一个听觉发育 通过宝宝去进行一个抓握呢 能够有效的训练它的一个上肌肌肉发育哦 是一个非常好的宝宝的 我再玩这一个小佛罗空间不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入手这样的一个战斗盘 然后呢把小佛罗的一个活动范围给固定在这里 然后玩的时候呢它不会从桌上面给它掉落到地上 在这个战斗盘里面玩的也是非常的好玩的 然后它能够固定住这一个佛罗的行动范围 然后不会怕这个佛罗在桌上滚来滚去 然后掉落到地上影响我们一个玩爽的趣味性 然后马上就要累到最高的一层了 好 好 点数 到了